解放军最可能于11月3日攻台 又有美国的官员跳出来预测解放军的攻台率期了 这一次是美国前海军副部长克罗普希 这一说法在国际上又为台湾刷了一波存在感 台湾地区局势已经到了战争边缘 蔡英文当局紧急地出来灭火 反复强调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但同时又有台独暗戳戳的想搞新的所谓的外交突破 美国前海军副部长地产侵台的克罗普希 近率在国会山煞有介事的撞文称 美国目前总统大选当前 南派间的敌对意识也越来越激烈 中国若损在这个时间点收复台湾 美国介入的可能性就小很多 因此对北京来说 11月3日可能是最好的时机 这不是美国人第一次 班解放军武统定下日期了 8月的时候 美国推算解放军将在2021年1月19日至21日 美国总统交接期的3天内解决两岸问题 最近台海之间的紧张局势 似乎到了一触即发的边缘 从上周五开始 解放军军机18、19、20旅 连续3天出现在台湾海峡 飞陆台湾的所谓防空识别区 其中18、19旅 连续两天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 20日早上军机出现在海峡上空 飞行高度一度降至了2000米 不过没有前两天多驾翅进入的频率 另外在20日这一天 大陆台湾和美国军机同时出现在了海峡上空 但是蓬佩奥身在南美 也不忘指责中国 称解放军连续来的行动是在军事恫吓 这显然是到达一帕 其实都是因为美台勾连 不断在台海问题上挑衅 而解放军的一切行动 都是我们展示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 接下来我们来捋一捋 美国媒体9月报道 美军本月展开演习 地点分散在亚太不同地点 但他们在模拟由陆军领导的跳岛行动 针对的就是中国 美军印太司令部发布消息称 从9月14日里去 美军在关岛及其周边海岛 展开代号为远港之盾的大规模的演习 这次演习出动了三艘航母参加 是十多年来 美国在亚太调集航母最多的一次军事演习 更不提8月9月 美国接连的派高官访问台湾 从卫生部长到副国务卿 光源的成绩一再突破 另外 美国还在推动着价值数十亿的军售计划 其中就包括在发生冲突时 可以令台湾战机打击中国目标的导弹 如果通过 那么这笔交易就会成为近年来 对台规模最大之一 参议员也在国会为政府的这些行动打配合 参议员施科特 更是直接的就提了一项提案 其中的内容就包括 建立有限的授权 让总统在特定的目的下使用武力 以保护台湾不受武装的攻击 要求中国放弃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同意台湾 建立美台安全对话及联合军事演习 要求一旦中国大陆采取攻击 美台规划建立协调军事行动 建议台湾对其防御投入额外支援 用了美国的撑腰 民进党当局也小动作不断 蔡英文称 大陆进来的一连串的军事活动 是午后行为 大陆必须自我克制 不要挑衅 蔡英文说 这不只是两岸问题 更是区域的安全问题 区域其他国家会更了解大陆的威胁性 这么说 显然是跟着美国的口风 想把哲人甩到大陆这边 把台海的水搅得更混 台湾把美军当成友军 说一对他们的行动 台湾大郎不敢说商道士 但把枪口对准大陆的事情 台湾做得很像样 对于大陆出动军机的行动 台湾声称 自己积极应用空中巡逻等兵力 严密监控 有效应对 并且照葫芦画瓢 说这是大陆片面地破坏了区域和平稳定的行为 这些天台海的局势疯范 台湾不少人觉得美国越来越撑腰了 除了台湾想要借势之外 还有不少的力量也想着借 比如 萧美琴 这名七月刚善论的台湾驻美代表 昨天将推特的个人简历 修改为了台湾驻美大使 从台湾驻美代表 到台湾驻美大使 萧美琴不可能不知道 这背后的挑衅意味 如果这还得到了台湾当局 甚至本届美国政府的认可 那严重性无需多言 事情很快闹大 台独高呼头衔 不可能单方面的更改 肯定适合美国的默契 这是台湾的外交新进展 有人问蔡英文这件事 蔡英文落开了问题本身 只是说 不论萧美琴的头衔是什么 她都会为台湾努力 萧美琴见事情闹大 昨天深夜11点半 赶紧地发脸书灭火 整篇文字600多字 但显示出诸多的纠结 萧美琴先说 不冷心让支持者失望 但其实 她的头衔没变 还是个代表 而且她还承认 美国的一中政策 还是存在的 不是美国官方 目前所承认的称谓 但萧美琴又紧接着说 自己不是自分自嗨 她说 我的工作比其他国家大事 还多还复杂 萧美琴这是在数委区 觉得自己有名无实 这段文字很纠结 但归根到底 重点只有一句 台湾驻美大使的头衔 没有官方认可 萧美琴很清楚 这两个字的重量和意味 她十分清楚自己承受不起 所以在推特的个人简历后面 还清楚地标注了 这是个人账号 出了事 这句话也可以作为 无心之师的借口 在称谓上做文章 实际上是要把台读给措施 这些年台读 一直在这个方向上有所行动 萧美琴不是第一人 也不会是最后一人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期待 那就是某一次的行动 如果没有受到关注和攻击 那么就能够作为继承事实 作为未来继续地进行突破的起点 就像这一次 即使萧美琴尚改称谓引发了风波 但她在解释了之后 至今也并未纠正改会 就是可以门患过关的心态在作祟 这种心态与台海当下的局势 当然有关联 美国的高阶官员 来台和美军台海互动频频 加深了台湾当局的幻觉 误以为台湾真的是棋手 在各方面都有所突破 也觉得美国的行动 是大陆来放后 美军会出手相助的一种承诺方式 还有蔡英文当局从上台至今 一直是两岸关系 以及前往台独的方向上且相长 幻图将一个庞大不切实际的计划 一点点做成 所以下面的官员这么做 有点迎合当局的意思 甚至可能就是单局指示的 如果不出事 蔡英文当局会很高兴 但就算出了事 像肖美琴这样门混过关 似乎代价也不大 所以怕事情又要搞事情 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心理 其实不难理解 解放军连续的三天 进入了台湾海峡 大陆军机如此大规模的逼近台湾岛 中国外交部回应称没有海峡中线 过去几天的射击 事实强烈地震动了民进党当局 蔡英文等人开始反复强调 海峡地区的和平稳定 台媒还爆出消息说 台军将过去的第一击改 成了行驶置位反击权 这个词余的变化此时透出来 大概率是在宣誓 海军不会开第一枪 以免解放军误判 民进党当局清楚地意识到了 解放军的坚决意志 所以他们有所忌惮 但美方的行动 在继续给他们搞事情的底气 肖美琴 按戳戳的试探就是一例 然而解放军这次是下了门药 清楚表明不再隆忍美台 越切相长的方式提升勾连 否则大陆的军事行动 必将继续升级 置之摊牌 今天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说得很清楚 美方助长台独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 是对中方的政治挑衅 助长台独嚣张气焰 破坏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中方必将采取反制措施 包括针对有关个人 中国大陆社会的上下都乐爱和平 但和平必须有强大的军事能力 在必要时 坚决使用这些能力的决心 提供支持 每台切相长式的发展官方的关系 现在他们已经切到手指了 尤其是蔡英文当局 他们必须意识到 现在必须悬崖勒马 或者将飞飞湮灭